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人以禀 乱了法度 朱将军可不管这些 行武出身的人 不过 我看也好 事情总要有个柳节 罗承仁这些人让道童关着怎么办呢 说不定 事情还会闹大 抢走了 道童反而没有责任 而朱将军那边 自然也不愿意再声张 也许 还是这样为好 你以为事就完了 道童会找到我这儿来 裸成人迟早也会回攀虞的 那如何收场呢 多导致 走 不得了 嗯 收不了场了 哼哼 本官还真没看出来 道童啊道童 还真成个人物了 道老爷 去见徐大人无方 看看他怎么说 但是兵马司 您绝不能去 朱将军正在气头上 您亲自送上门去 那是凶多吉少啊 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到县衙来抢人犯 这事 本县能置之不理吗 我倒是觉得呀 他抢就抢了 罪犯公开窝藏在兵马司 谁难受啊 他要是一直把人犯窝藏到底 也就算了 可你想一想 他要是现在把人犯放了 咱们是抓还是不抓 这倒也是 抓吧 火上交用 不抓吧 甘拜下风 道老爷 那您的意思是 徐白鞍 你立刻向吏部城邦 一定要吏部 把道童这个家伙撤掉 非之可以考虑 但现在刚刚考核过不久 又提出这样的承文 立步恐怕是不会高兴的 管他高兴不高兴 他是你的属下 不听你的话就让他滚蛋 如要撤换他 一定要经过陛下 没有充足的理由 这事恐怕不那么好办 用什么理由 用什么理由 是你的事 不管用什么理由 朝廷上都会派人来核查 到时会面见道童本人 正好给了道童 让他说明一切的机会 这样事情会不会搞得更复杂了 朱将军 依末将看这件事也好办 把罗成仁等放回去 看道童怎么办 他没办法了 也就栽了 罗成仁会令他寝食不宁 坐过不安 道童迟早会自动辞职 这么做 岂不是更加简单 这办法不错 那就把罗成仁放回潘宇 比我们出面还要强 禀报朱将军 潘宇之县道童求见 什么 他胆敢找到我这儿来 他已经来了 把他叫进来 遵命 我正要叫去他 被职要不要回避 回避个逼 卑职道童 拜见朱将军 徐大人 严将军 你来干什么 卑职听说 朱将军亲自率人到我县衙 将罗成仁等罪犯夺走了 卑职不敢相信 特来求证 人是老子带人抢走的 你想怎么样 若真是如此 卑职认为这中间误会很深 卑职愿意向朱将军再做解释 罗成仁等人危害地方 作恶多端 民愤极大 理应依法严办 请朱将军能够将此人犯 归还本县处置 以消民运 让卑职维护地方治安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老子就要把罗成仁放回潘域 我看你敢怎么样 若朱将军真敢如此做 本县十分赞成 因为此事本与朱将军无关吗 大头 你敢动罗成仁义跟寒毛 朱将军绝不饶你 还请二位将军谅起 卑职身在任上 职责难以推行 卑职也相信二位将军 希望看到潘域地方 百业兴旺 民心安定 卑职所为 也只是为了这个 道童啊 你也太让本官失望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县令不好当 你可以辞职 本官报力不合准 来年 卑职若再去京城接受圣上考核 仍给平为平常的话 卑职愿立即辞职 倘若卑职现在辞职的话 只会在百姓中落下笑柄 有父皇恩卑职不敢 来人 在 把他赶走 是 卑职自己会走 老爷 老爷 如何呀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 我真担心他们把您关起来呀 关倒是没关 倒是把我给赶出来了 那 下一步如何啊 张帖告示 通缉罗成人等人 让他们不敢再回叛御 好 咱们县衙吧真有气候去 罗成人都敢通缉 这下好了 我看罗成人还敢不敢回来 道老爷这回真是豁出去了 这哪是通缉罗成人哪 朱亮总知道了还得了 那怕什么 道老爷站在礼上啊 是不是啊 要我说 罗成人就待在广州 甭回来了 让咱们大家也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再怎么说 咱道老爷有种 敢替咱们老百姓撑腰 连朱亮总都敢得罪啊 启奏陛下 我等其人联名一本奏章上奏 传过来 是 是 说吧 臣等认为云南梁王至今不肯归顺 我朝宽大陛下以仁慈为怀 多次前往使者说服 以免动干戈 而梁王始终不为所动 实在令人任无可忍 臣等希望陛下早下决心 及早难争 统一全国 朕最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 朱将军 这个办法好 想的绝妙啊 道童这个家伙真是把我气昏头了 对付这么个小臭臭 老子也真是太认真了 是啊 过去哪有人敢这么谋反将军呢 这冷不定出来一个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个办法好 皇上能听谁的 老子带兵打仗 连这点办法都没有 略失小气 方才 朱将军讲了 近来固言残匪活动猖獗 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各府 县 必须积极配合当地驻军 严加戒备 切切不可松懈 遵命 严将军 那个姓道的残匪最近在哪一带活动啊 为将军 道元残匪最近流窜到潘于顺德一带 肯定吗 肯定 肯定 刚接到探码报告 只是不知道他们具体藏匿在什么地方 潘于之间道童来了没有 卑职在 你知不知道此事 回朱将军 卑职 刚听说此事已经派专人前去深入调查 一有线索 会立刻禀报朱将军 卑职 卑职以为 这个道元残匪最近流窜之日 潘于顺德一带 肯定是已经走投无路了吧 走投无路就可以去潘于吗 卑职相信 道元残匪在潘于也绝无立足之地 恐怕他们觉得留在潘于比较安全吧 卑职不明白朱将军的意思 难道你不是原旧臣吗 卑职确为原旧臣 但是与那雇原残匪毫无关系 卑职只忠于当今圣上 忠于我大明朝廷 所以朝廷才会委派卑职前来担任宪职 你姓道 道元也姓道 你们都是原旧臣 难道你们不认识吗 道童 与那道元毫无关系 也从来没见过他 还敢否认 我 来人 在 将道童拖下去重打五十大板 你是 你是 朱将军 走 是否可以饶过他这一次 带卑职 将他带回严加训斥 那是你的事 对道童这种人不可不防 走 打 朱将军 朱将军 别打了 别打了 朱将军 不能再打了 朱将军 来 禀报朱将军 道童晕过去了 有两个水 再打 遵命 朱将军 再打要出事了 朱将军 不妨先记着 留着下次再播 你们谁要敢学他 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我说 悲剧不敢 哼 道童 道童 你真是何苦呢你 道老爷 道老爷的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大家都散一散吧 道老爷还能升糖吗 能升糖 大家都放心 道老爷啊 还是我们的支线 这是我们三户人家凑的 老母鸡炖的汤 东西拿不出手 是个新意吧 是吧 不行啊 道老爷吩咐我们 乡亲们送的任何东西 都不能接 谢谢您 您还是先拿回去吧 王爷阿姨 我姓杨 也许你也听说过 这是我家的祖传药丸 专制跌打损伤的 你呀 让他吃点 会好得快一些 是啊是啊 是啊 这你就收下吧 杨大夫的药名不虚传 吃了肯定管用 是 你就收下吧 收下吧 您看看 真是气人 您看 您看老爷 别动别动啊 小心您的伤啊 老爷 这个事呀 您也别太操心了 身体要紧哪 说不定啊 什么时候风向就转了 百德的议论 不论怎么样啊 来看您的老百姓啊 都有上百人了 身为父母官 就是得替老百姓做事啊 朱亮祖这个人哪 心狠手辣 他要想整你 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要是真的豁出命去了 你看他怕不怕 他到底不是皇上 不过 罗承仁这两天可能就要回潘雨了 那个通缉令还贴着呢 要不然 把他给接下来吧 为什么要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为了避免暂时的冲突啊 他回潘雨 您碰着了 能不抓吗 一抓人就出事了 老爷 老爷 我觉得这个事要从长计议啊 不行不行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准接这个通缉令 罗承仁只要一回潘雨 立刻就逮捕 除非朱亮祖派兵 把我的县衙们给占领了 哎呀老爷 您这样会出大事呢 怕出大事的 只能是他们 请 徐大人 徐大人 我 别动 别动 徐大人 您怎么来 有事前往大嘎 顺便来看看你 你呀 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呀 徐大人 您快 您快坐 就是不肯听我的话 徐大人 不是卑职不肯听您的话 可是卑职 好了 别说了 这我都知道 怎么 你真的要硬抗下去吗 来的路上 我看那城墙上还贴着通缉令 可我县衙的政令不能招令西改吧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有选择 只有跟他们抗争到底了 哥本 拧得过大腿吗 就没别的办法吧 徐大人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问我 不好办哪 在广东 你也知道 本官不过 是个傀儡 那徐大人 卑职直接去承报皇上 你觉得陛下会支持卑职吗 徐大人 这儿没有外人 您不妨直说 你先出去 先出去 好 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 本官也确实看出 你是个耿戒之士 有话就直说了 不肯外传 这徐大人您放心 朱将军在广东的所作所为 确实过分了一些 本官又不是个糊涂虫 怎么会没有观感 但是说实话 就凭你 想扳倒朱将军 那是匹夫汉术一般哪 所以本官 一直不鼓励你与朱将军 发生冲突 这也是本官对你 一片爱护之意 为之相当理解 当然了 当今陛下 对腐败深恶痛绝 连自己的侄子都敢杀 我看这倒是你的一点希望 要是连这点希望都没有了 那你就死定 徐大人 那你的意思是说值得一试了 不过 你不要指望通过正当的途径 去告朱将军 不正是私不会为你准成 也不会为你说一句话 这其中的道理你应当清楚 是 徐大人 那我如果直接向皇上承奏谈章呢 也没那么简单 陛下呀 毕竟 只有一双眼睛 一对耳朵 他凭什么就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呢 而朱将军深得陛下的信任 陛下身边有一批与朱将军投河的人 你想 这陛下愿意听谁呢 实话讲 就广东的形势而言 本官也是几率已久啊 生怕有朝一日朝廷上知晓怪罪下来 本官是有口难言 因此 本官是几上京师 去寻找京师的同僚好友私下探寻 一再莫请陛下的真实意图 结果怎么样 莫终一世啊 有的说 陛下迟早会对这些为非作歹的功臣下手 本部申戒公侯榜 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 可也有人说 陛下 陛下暂时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 因为那些功臣勋贵啊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牵一发而动全身 陛下也指得隐忍哪 可是徐大人 卫之日在京城的时候 轻而听见陛下 他要严惩那些不法之徒 他的态度很坚决的 你可别太书生气了 陛下不这么说 又能怎么说呢 嗯 他能说 对那些功臣勋贵 网开一面吗 那此路又不通了 我只能说 希望还是有的 但微乎其微 卑之早已无所为希望 所以卑之情愿一事 本官知道你就会这么想 本官 今天到这儿来 一是不忍心看到你这种悲惨境遇 二是 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机会 什么机会 陛下近日 要到广东巡视 真的 此消息可千万不能外传 一旦传了出去 你我二人头颅难保啊 徐大人您请绝对放心 绝对放心 陛下此次处寻 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本官尚不知晓 但是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 可是千才难逢啊 您的 您的意思 是卑之可以 直接灭剑陛下 跟他陈述一切事实 这个 本官不参与理解 自己决定 但是你想 陛下 到广东市场 总要找一两个州县来 巡视一下 是 如果能够让皇上亲临 攀育视察 那您可就有救了 是啊 攀育哪个老百姓 都能替卑之作证的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让陛下 了解我们广东的真实情况 不受那些官员的蒙蔽 是于日后 陛下如何抉择 那就由不得咱们了 徐大人 被之生生死死赶进您的提示 大可不必 不必 本官能够告诉你这些 也是担当了相当大的风险的 来来 起来 起来起来 徐大人 被之在此无论长功与否 绝对不会提及你一个子 这边本官相信 否则我也不会来的 对了 马上下命令 去把那些通缉令 统统撕掉 为什么 你想啊 本官来你处 再保密 那朱将军也会知道的 那时我就好说 我来这是平息事态啊 命你取消通缉令 对不对 这样做可以使朱将军 减少对你的气痕 也省了他跑到陛下那儿告你的刁壮 再者啊 你也给我一点回旋的余地 好吧 我就暂时把那些告示撕下来 但是绝不等同于取消此通缉啊 这你依视而定 不过你要记住 没有陛下的支持 通缉令如同一张废纸 好 凡内外各位指挥 天护百护 并总旗 小旗等 不得于私下或明白 接受公侯所欲宝钞 金银 断脾 衣服 两米 钱物等 若受者 军官帐一百 罢职 法边远充军 总旗小旗同罪 好了 今天就念到这里吧 遵命 念了很多遍了 这一条 刻在这个铁榜上的条纹 希望诸文爱卿都能牢记在心 都站好了 你们愿意伺候本将军吗 你们愿意伺候本将军吗 你出来 你愿意伺候本将军还配不上 来人 将军 把他弄走 是 走 带走 将军 要不要先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干什么 用不上就扔到井里面 是 都记住了 伺候朱将军 一定要乖乖的 伺候好了 马上送你们回家 伺候得不好 一样的下场 不上 朕已决定积极筹备 父皇决定派谁去呢 广东朱亮祖 可以担当此人 朱亮祖 这个人怎么样 忠臣 自从他跟了朕之后 众心耿耿 绝无二心 太湖一战 他被张世成抓到过 百般利诱 劝他投降 他是抵死不从 宁可把大牢坐穿了 有种 这个人好像很粗啊 朕喜欢粗人 粗人好打交道 一眼就能看清他们的肚长 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 不必太多防范之心 不像某些人啊 尽喜欢在肚子里面做文章啊 这种人反而要小心了 朱亮祖粗中带细 恰恰可以担当此人 可是有传言说 朱亮祖在广东非常霸道 兵马司危害地方啊 唉 这些熏臣哪 多多少少吧 看大劫如何了 哥 这以后啊 凡事可得长点心眼啊 那个 夫人 请您留步吧 这次这事儿 真是多亏了您呐 谢谢 您放心 我求仇回去一定备一份厚礼 给夫人和将军 我们马上送过来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妹 这也没人照顾你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更要替我照顾好朱将军 潘于那儿还有一堆事儿 我就不跟妹夫打招呼了啊 唉 她也不想见你们 你就别再给她找麻烦了啊 妹 你放心吧 哥这回全想明白了 朱将军对我们那么厚爱 从今往后 我做的每一件事儿 都要给我妹夫脸上贴金 唉 对对对对 唉 有些事儿 将军不方便出面 你们啊 就看着办吧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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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道同可以看不起我罗成人 但她道同千千万万不可以看不起我罗成人的妹夫 她做初一 那我就给她做十五 父皇 听说顾元残于事里又有死灰妇人之事 不知是何原因 到了广东就自然知道了 到了广东就自然知道了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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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派快马通知 陛下和殿下 要来广东广西两手巡视 已经出发 还要求沿途各地保守秘密 还要求沿途各地保守秘密 真的来了 真的 这次不是传言 他来干什么 不清楚 随时准备迎接 通知徐本备好一切不得有误 是 将军还有 要不要把罗成人也叫回来 为什么 将军 这个时候 就要防止 道童狗急跳墙 要防止罗成人这种人坏事啊 好 把罗成人叫回来 还有 不要让道童知道皇上来广州了 凡数道童这类人都不要让他们知道 遵命 老爷 您慢点儿 广东 乃大明朝南国之门户 朕特派朱将军恶守此地 责任是重大的 所以在场的地方官员们 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可以多多征求朱将军的意见 军政和谐发展地方 好 徐本 你说是不是啊 是 是 本地方一贯支持驻军 及朱将军的要求 很好 陛下 我和徐大人相处一向融洽 请陛下放心 很好 各位坐吧 谢陛下 郭桓一案 郭桓一案 没有涉及广东 所以广东的官员不必紧张 但是朕要杀尽天下贪官的心 是绝对不会动摇的 所以任何官员 包括皇亲国戚 公侯将相 凡是触犯大明律法者 一律绳之以法 朕难得来此一趟 希望大家谨记 朕记得上一次的考核 广东称职的官员 比例大大低于广西 是何道理 你们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你 备旨在 你这身衣服花多少钱做的 回禀陛下 花了五百关 五百关 平时舍不得穿 今日迎接陛下 特意换上 五百关 你知不知道一个农夫农妇 四季繁忙早出晚归 南耕女支 一年下来交完了关税 还完了私债 自己织的布自己都穿不上 你这家伙居然不能理会 农民的辛苦贫寒 一套衣服花上五百关 顶得上农民一家漱口 一年的开销 你厉害 豹田天雾 被枝马上换下 被枝马上换下 什么人哪 韶官支线 陆炳森 小小的支线 不好好穿官服 你还想穿什么衣服 衣服扒下来 免之轰出去 陛下 陛下 请陛下宽恕啊 陛下 走 陛下 请陛下宽恕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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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本你坐 陛下 你们也一样 自己多多注意 如果朕再听说 有哪些官员 胆敢铺张浪费 穷奢极尺的话 定会追究法办 自己要多多检点 一经查证 一经查证 严惩不但 末将就敢 有人说 朕是戎马出身 所以从来对熏臣武将 容忍三分网开一面 如果你们是这样想的话 就想错了 这些人 在广东 军队是负有特殊任务的 维持地方治安 防守边境 所以就算是出了什么事 也是首先以军队失文 不要以为自己手上握有兵权 就可以为所欲为 朕已经派人编转了一部书 叫大告武臣 朕会亲自替他写序 很快就会发到你们手上 希望大家多多言读 谨守本分 遵旨 离旨 老爷 该吃药了 老爷 徐大人派人来说 陛下已经到了广东了 太好了